耶誕節想出門嗎 現在在美國恐怕很難 家門完全被積雪封死 這波炸彈氣旋 紐約州水牛城民眾最有感 大雪狂風夾擊 停在路上的轎車車輪被積雪覆蓋 連鎮雪車也動彈不得 紐約州進入冷凍庫模式 當局發布上路禁令 呼籲民眾非必要別外出 路上交通停擺 航班持續受影響 夜旦假期還沒過一半 已經有近一萬架航班 被取消或延遲 電力吃緊超過六千五百萬戶 居民必須輪流停電 你會有這個第一波 所有河影響的雪震 在大雪上會繼續 在早晨早晨早晨 然後這個第二系統 這個很快的移動 會把更新的雪震 進入中南部 中南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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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多的地方 可能會有更新的雪震 加拿大同樣籠罩在大雪中 開車上路幾乎看不到前方 加拿大安大略省氣溫降到零下27度 整座城市被大雪覆蓋 溫哥華第二大機場 當地時間週二起所有航班停飛 安大略鐵路完全停擺 返鄉出遊大受影響 炸彈氣旋威力驚人 今年恐怕是北美有史以來 最冷的耶誕節 難得的團聚節日 卻因為冰封暴變得格外艱辛 三里新聞緩旋報導